一个人如果从小遭受各种伤害 那他是否还会想回报这个社会 日后啊 哇喜笑脸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少年受到各种童年伤害 决心保护社会的成长故事 男孩金波在地下室搞他的研究 这时 楼上的妈妈被爸爸怒气冲冲地逼到楼下 在看到躲在地下搞研究的金波 爸爸眼不发的臭皮带打在金波身上 他没有丝毫留情 整个人就像发电一样给金波母子造成了几大恐惧 一阵混乱后 金波睁开一眼 只看到倒在地上的母亲和商调资金的父亲 被送到医院的金波请医生鉴定 他有多重能格和某些特殊的超能力 而他拥有的特殊能力也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发生 之后 一位叫夏儿的老人 学好了金波的助手机器人扶持 并和金波谈亲之后从医院带走了金波 几年后 金波有了妻子安娜 一天 他和夏儿一起设计的测试终于有了结果 由不同国家的五个人同时突破了他们的测试 甚至入侵系统 金波机动万分地找到了许多无比的夏儿 夏儿说 你可以做结盘的那 去找到他们 把我教你的东西都交给他们 并且保护好他们 金波飞了五个国家 经过和家长的协调 还有五个孩子的心灵沟通 正是和吉尔 丽莎 李 萨米 哈利 达成了共识 他们同样也是拥有和金波一样的超能力 金波需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控制好自己的能力 不要滥用 男儿等金波回家才知道夏儿已经去世了 夏儿死后 他的女儿梅拉尼有了继承权 就想关闭夏儿的基金会 金波不同意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故意说基金会有个发财的机会 可以汇聚全国所有神童打造一档游戏节目 他们将代表未来的美国精神 梅拉尼思考后说 可以把节目取名为美国天才 说干就干 美国天才这个节目火得上演 经过六个月的海选 天赋超群的选手汇聚一堂 从今天开始 进入集合赛阶段 决注五个决赛选手 这样就能将五个少年汇聚在一起 十十岁就记忆超群的全美小姐迪莎 首先登场 他自信地站在舞台上 但是看到台下的金波和安娜亲吻时 眼神顿时变得深邃 夜晚 金波要组织五个少年的第一次见面 当他要出门找他们的时候 安娜却说自己怀孕了 他只好陪到安娜睡着 才出门 难道他们还没到的时候 五个少年彼此交心时 却来了两个男人迪亚斯和他的同伴 他们的目标是丽莎 两人恶恶恶地达到了四个少年后 去追丽莎 丽莎被他们按在洞口里 侵犯时 幸好金波及时赶到 他们几人之间有一种磁场 能够在近距离感受彼此 内心肆叶的痛楚 共同引发另一种磁场 让那个强暴的丽莎的男人 自己打起了自己 最后两个男人裸晃而逃 孩子都进了医院 哈利跟警察只认了罪犯的模样 但是梅纳尼认为 如果哈利出庭会损害基金会的利益 于是 他教唆威胁哈利 不要出庭作证 看到梅纳尼公布继续节目的行文 金波愤怒地找到梅纳尼 掐着他质问 孩子都这样了 你还能继续节目 结果金波两下就被警卫打倒 在电梯里 梅纳尼愣愣地说道 如果不是当初 你从我这得走爸爸的爱 我现在也许会温柔点 说完 他就把金波从公司辞退了 然后立马找到调查案件的警察 进行收卖 并对外宣称 几位参赛孩子受到了车祸 但并不会影响节目继续 做完这一切后 梅纳尼还给安娜打电话 告诉他 金波很垂落 很容易情绪失控 这些话 让安娜信以为真 在公司门口 四个少年找到了金波 金波说当初 他来这里也是这个年龄 我提前你们的感受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 结合开心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是六个人了哦 金波自责万分 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两个罪犯 读次说过 组织正义也需要对罪恶有所回应 结果 让人没想到的是 四个少年破除了基金会里的安保系统 调出了当初金波的个人档案 此代里播放着金波当初的警察的对话 他说自己可以运用常人大脑中所不能使用的部分 也就是能控制其他人大脑中的区域 我可以控制你 甚至杀死你 我们能产出所有想伤害我们的人 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和我一样的人 然后我们会像兄弟姐妹一样 连接起来 然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就会付出代价 在这个磁带付出水面后 灾难也来了 迪亚斯和同伴着了驾车 突然 迪亚斯的手不受控制 他们的车也被撞翻 迪亚斯和同伴爬出车后 迪亚斯突然四肢外章的攻击同伴 然后身亡 这一幕和当初金波复活的身亡的时候 非常相似 接着 同伴的四肢也被控制 他爬上了铁路 几次艰险后 也死在了火车下 之后丽莎醒了 美国天才的节目持续进行中 距离结束也只有三周了 安娜得知丽莎醒了 很高兴地和金波说 但是金波 就很生气地让他住口 因为安娜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有人在操控着 从来没有车祸 他们是受到了袭击 但是安娜完全不信 他只觉得金波有精神危机 像美娜妮说的一样 金波的愤怒吓走了安娜 金波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愤怒之中 直到从超狂的梦中醒来 他面前的电视播放了自己以前的口红视频 金波又来到了公司 四个少年在等着他 他们信心满满地为金波准备了礼物 哈利控制了一个美娜妮的助手 赞金斯 攻击了金波 他们想让金波毁击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成为第六个人 然而金波被打发下 也没有回击 也没有使用那个脑部超能力 少年们失望了离开时 继而控制了金波 娜娜和赞金斯 自相残杀 金波被控制 攻击男男的画面被录了下来 他进了警察厅 金波接地和警察解释 不是他干的 是他们 五个少年在公园受到的袭击 而不是车祸 是没那里掩盖的事实 但有谁信呢 警察听到的四个少年 让入境白宫安全系统时 他更加不信 还能进步演示下他的能力 这时 金波听到的四个少年们 不断地在他耳边 让他杀人 就像他们杀那些人一样 难道他答应过夏尔 不再使用了他能力 最后金波进了监狱 估计可视的安娜 却找了丽莎 想请他帮忙 然后冷漠的丽莎 突然愤怒起来 控制了安娜 他的肚子 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金波在医院 接到安娜害怕的电话后 他不再沉默 控制的狱警越狱了 他找到了丽莎 请他帮忙进白宫 合理阻子四个少年 尽管美国天才的五人决赛 在白宫进行 金波和丽莎 一进入白宫就被发现 于是丽莎控制的警卫 引发了枪战 整个少年们会面的总统 被要求紧急避难 四个少年 瞬间控制的警卫 自向残杀后 只剩了总统 美拉尼 安娜 还有第五个决赛少年 赞斯 吉尔控制一个人 持着枪 首先打死了美拉尼 金波一到 就被吉尔控制的布朗洞 安娜也被控制的痛苦倒地 他们利用总统 启动了核打击系统 首先发射核弹的地点 是基金会地点 吉尔想杀了安娜 金波终于反击 他们控制那些死去的警卫 进行对抗 你控制了美拉尼 要掐死安娜 金波及时把美拉尼弹开了 他要走进吉尔 却不断地受到攻击 最终 用力打散了吉尔的控制 吉尔说 是你放弃了我们 金波 金波拉住吉尔的手说 当我去找你们的时候 是为了招呼你们 夏娜教会了我控制愤怒 我也想教会你们做一样的事 我失败了 对不起 求求你原谅我 金波爆出了吉尔 这时一颗子弹飞来 金波推开了吉尔 总弹了 丽莎要取消导弹发射 却被吉尔阻止 丽莎大喊 金波是想帮助我们 他爱我们所有人 李 哈利 还有萨米 在最后的同意丽莎的话 他们控制了吉尔 取消了导弹发射 安娜浮在金波胸口痛哭着 二四个少年 跪在地上忏悔 饥饿消失了 几个月后 丽莎四人也从精神病院 消失了 安娜怀之运 看到金波存着的视频 金波在视频里说 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能成为今天这样的男人 全是因为有你的支持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母亲 如果发生意外 你要知道 我还是爱你的 消失的丽莎 李 萨米 还有哈利 他们继续有金波的任务 去帮助和保护和他们一样的孩子 因为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理解 因为他们这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群 永远都会被人所不理解 但其实这个世界 永远都有理解他们的人存在 而他们所要做的 就是引导 片名 神童 真正有力量的人 首先要学会的 就是要控制好自身的力量 另外每个人的成长 都需要一个引路人 否则前方的路 可能是无尽地狱 一辈子都将在痛苦中挣扎 金波的家庭 就是充满暴力 他拥有特殊能力的事情 不被他人所相信 再加上家庭暴力 最后失控 引发了悲剧 内心善恶从来不是注定好的 而是后天成长 而决定的 不过孩子打算报复世界 也是因为回想自己的过去 愤怒 让理智快散 最后才会造成悲剧 但他们 也是幸运的 所幸醒醒悟及时 这部故事 我个人认为在画风上 还不够很优秀 不然在剧情上 其实 还是挺不错的 我是少年 一位带一看 面能生百态的 电影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